英国广播公司近日报道 陈新疆拘留营中女性遭受系统性强奸性虐待和酷刑 2月10日 在北京举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涉疆问题发布会上 来自新疆的赛努尔纳买提哈热 红着眼眶钻住拳头驳斥BBC 完全是在胡说八道 编造的都是鬼话 我们全体女学员都感到很愤怒 大家好 我叫赛努尔纳买提哈热 是舒服省热批中心的介义学员 现在见面向爱立给比习孙福典主席 我们女学员在周批中心期间 各项传列都得到了保障 老师对我们都很好 我作为周批中心的经验学员 我要重重声明 在周批中心没有任何女学员被刑警过 BBC完全是胡说八道 编上的都是鬼话 我们全体女学员都感到很愤怒 我们要警告BBC和那些造谣的人 如果再侮辱我们的女学员 我们将通过帕里途径 绝对你们的责任 返回我们的民意圈 针对有报道称教培中心女学员被强制绝育 开始是教培中心结业学员 土地孤立努尔向记者展示她在结业后生下的一岁女儿的照片 我接业以后生了个孩子 她现在快一岁了 大家看一下 我的女儿的照片 这是我接业以后生的孩子 是不是很可爱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很漂亮吗 如果我们被绝育了 我怎么能生孩子呢 现在我有两个孩子 按照国家计划生意政策 我还可以再生一个孩子 我通俗式的Glambalmety 她结业了以后就结婚了 去年她生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 我这边带上了她的即将照片 请大家看看 这是Glambalm和她的可爱的女儿的照片 去看看 还有这个她一家人的照片 前段时间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她还告诉我 等女儿将大了一些 她和丈夫还打算再上一个 境外的有些人整点互手霸道 就像苍蝇一样 让我们讨厌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许贵向 支持BBC的报道 纯粹是无稽之谈 那么BBC在报道中称 新疆拘留营中女性遭受系统性的强奸 性虐待和酷刑 这纯粹是无稽之谈 教育中心严格落实我国的宪法和法律规定 保障参与培训学院的基本权力不受侵犯 根本不可能存在实施性侵和酷刑问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言人 以利江阿纳伊提重申 新疆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集中营拘留营 一些外国政客媒体和机构 总是将教培中心污蔑为所谓的集中营 这完全是别有用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